SIMU 多謝, 欢迎大家收看 凤即六晚直播Es过来的 中期嘉宾是臨潜博师傅 师傅, 你好 四伏你好 除了有加利曼丹岛的《不思手记》外 其實這個禮拜娛樂圈 就發生了一件靈異事件 有些人說香港的電台 即是三大電台都試過鬧鬼 剛剛這個禮拜 某個電台就發生了靈異事件 稍後我們會直接打電話給 當時人們問究竟 電台裡面是否真的這麼猛鬼 首先說回這個禮拜的 《不思議手機》裡面 就說到這個叫《無術》 我也想問問師傅 你知道香港有很多不同 種族的傭人來到香港 打工 有些傭人說 有些傭人會懂得放一些鋼頭 或者用一些月經 煮東西給主人喝 控制他的思想 其實是否可以的 這是絕對可以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也試過有一個朋友 他是中國的 他也是試過用他的所謂月經 因為他老公太花心了 又說打,又說耳,又說衣服 他就給他吃了 當然是加了其他少許東西 吃完之後 他真的聽壞了 但是聽壞了之後 運氣就很差 一直黑,一直黑到現在 而且有點像猛鬼 但是這樣 聽下去… 似乎不是那麼好 很容易女性就能控制到男性 因為男性沒有這件事 那就不值得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千萬不要學 因為當中師傅 是生膽了一些 究竟要加些甚麼 還有要念些甚麼 你要隨便被人吃 控制不到人 馬上送上 這個星期的 印尼加利曼丹島 不思首技的一些巫術 馬上看看 印尼人文風順破 大部分地區都並未開發 當他們遇到問題的時候 經常都會求神問卜 而在加利曼丹島裡面 就極之流行一種黑霧術 據說這種霧術 亦正亦邪 可以幫人 亦可以賀人 我們掛探攝製隊 今次就跟隨當地記者 尋訪這種古代的霧術 現在熱緣了 我看見了 很邪門 很圓 看見了 看見了 我們今天去看甚麼霧師 霧師 霧師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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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師說天方斜方 不過我又問一問你 他們就跟我說 通常那些 在做工之前 他們會請霧師 來幫助他們 在那裡做事順利 即是說 叫老闆去石器 或者要聽他們的話 就是這樣 像是人緣的 國學國 這些人不說 也不說 也不說 這些人真的 這些國是影響人心的國 影響人心的國 影響人心的國 是 是 是 現在 剛剛 現在 剛剛 現在又有一個人 一個人 剛才 在家 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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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來 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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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扎蝦蝦就是各位先生 昨天晚上在家裡入賊 變成要追究誰進入屋裡偷東西 所以就把藥布刮出來 聞名叫無鮮 追究誰進入屋裡 手上的章有甚麼字 普通白紙 這是香煙紙 紅煙紙 普通紅煙紙 然後人就拍在這裡 對呀 你看看 對呀,這個位置 真的好 很厚 拍一下 不見 不見 真的有人 不見 人家裡的蝦蝦 在那裡, 柯子公認了那個人, 那個賊 你認得一些嗎 剛才 他知道, 但他不能告訴他的人是誰 他知道他的性格, 他會告訴他, 大概在哪裡 企圖也可以傷害地放肛 傷害地 甚至要拿起命 最長七天就拿起命 不用氣見到氣 其後巫師就為第二位善信 準備進行解降法事 他吩咐太太拿了很多製品出來 當中我們看到很多不知名的過失 現場我們只是聞到 一陣陣很強烈的香料味道 小狗是土人心 對 土人心嗎? 以前在投屬時 和種族 杜殺時 企劃出來的失眠 在杯廁做醫術時 要捕食一點 做法事之前的事 對 大家看看 誰是病人 對 據巫師所說 說這個法事除了要吃人的心之外 還要深厚的鮮血 才可以增強法令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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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巫師用了幾塊大葉 向他唸奏 作為中光者 掃出他身上的鋼頭 抽出邪氣 巫師, 巫師是不是被人拿了鋼 要不像生物 如果撞齊是開的, 像剛才我洗了出來 你把那些東西混在一起 要讓他喝了, 你就會好了 你叫那些王 叫我 有一點點 邪氣抽出之後 巫師再用聖水, 為他淨化身體 真正 最後, 他把抽出的鋼頭 混合生雞血 一起吞下去 藉助本身的法力 去化解鋼頭的力量 其後, 巫師就跟我們說 會示範一次他最擅長的針鋼 首先, 他會因應客人的要求 以不同的咒語, 向鋼頭針發 這位小姐用針鋼頭 口罩 這位小姐用針鋼頭 一的咒語 有些雞尾頭 可以用針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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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在喉嚨, 等著這支針就要發生了 那些雞腿, 雞腿的雞腿 這個雞腿的雞腿, 雞腿的雞腿 它又放進去, 如果是雞腿的雞腿 就會淋水下去, 就會覺得很冷 師父, 我想問這隻毛術會否拿人命 其實凡是毛術都會害人, 拿不拿命 就看師父做的方法是怎樣 不過現在我這樣看, 它就將那個人的意志 所謂我們的三雲七柏, 我們那個人 控制住在牠手上, 未必會指死命 但是不知道牠下手還會做些什麼 即是一個控制人的方法 沒錯, 可以將牠的三雲七柏 控制在牠的針那裡 所以剛才牠說的就可以控制到牠 凍眼前, 失之覺等等 我想問是否整個過程完結 還是之後還需要再做些什麼 聚養七柏 老師就是這樣調整了牠 變成一調整牠, 你找不到這張照片 你拔不到這支針出來 那牠就會說什麼 對, 牠會控制自己的 對師父所說, 印尼毛術大多數都是控制人心的法術 除非是仇恨好心 否則也不會帶費法力去為人樂國 我們所見, 整個毛術過程都非常簡單 無法令人有半信半疑 究竟這種黑毛術是否真的這麼大威力呢 現在你問我自己呢 我本身自己是半信半疑的 因為很多外國科學家都做過 其實毛術是一種 牠們很懂得利用一些叫做 昆蟲的卵 又或者是一些植物的包子 去落在牠的身上 令牠會有病或者什麼 但當中剛才說的那種叫做圓光術 我就覺得有點像人魂易魂 例如蠟燭, 找一張紙彈 是否任何東西 如果那張紙的雜質夠多的話 其實彈出來只能彈到有東西 是, 凹凸陰暗 像雲一樣 你一彈到有東西 只要有一個人說, 男人 旁邊就看, 對, 男人 用群心理 對, 男人用群心理 這件事我反而有點質疑 但我想問問師傅 例如黑毛絲用的圓光術 中國人也有的, 其實相不相似 中國有真有假 因為有時他不是一個巫師看的 而是那個小孩子看的 如果是假的 他用一些薄的碗 在碗底已經預早做了 像我們以前的小孩子也賣過 有些畫 放在底下 是 若隱若現 如果真的, 袁光術 以前有一個姓羅的師傅 是 很多人都說他OK的 是 真的看到的 我們中國叫做看水碗 是 但你小時候有沒有… Rachel太小了 太小了 沒有 你有沒有見過以前街邊 尤其是百貨公司門口 有些人放在盤子裡 那些小船會自己走的 會動的, 有沒有見過 有見過 那些張佬 對, 原來它黏了一顆張佬 在船的後面 船就會自動動 你覺得很神奇 你以為魔術或者法術 其實有些巫師 懂得用一些物質 化學物質 令東西動 你會覺得很神奇 假設他用了張佬 貼在照片裡 把照片放在水裡 那張照片會自己動 你會相信他 其實他們很聰明 懂得利用科學 或者物理的原理 去做一些幻象出來 你覺得是 假設如果我真的想學黑毛術的話 其實是否需要自己要犧牲些什麼 來做交換條件 才可以學得到呢 去印尼那裡 或者外國我不知道 但中國是有這件事 中國是要你選擇一件事 腰貧 腰貧 以前有一位多出名 腰貧 腰貧 腰就是隨時死亡 腰折 腰折 是腰折 你不可以有隔夜錢 因為很多錢 你今天都要用光 哦 孤獨就是孤獨中老 是 例如無兒無女 親人都可能走了 嗯 就是要學這種 一定要叫做腰貧 就是讓你選擇 隨便一件事 或者三件事都有 可能 通常都是選擇一件事 嗯 因為它有個壇 你要細緣的 嗯 我有個朋友 有個挺出名的 是 特異功能師 是他師父來的 叫他去 他後來都不肯了 嗯 因為他選擇的特異功能師 已經做過很多事情 是不可思議 給他看過的 嗯 譬如現在這種天使 是 他在窗口拿出荔枝回來 這個時候沒有荔枝 這個時候沒有荔枝 他們叫隔空取物 但問題是 你這個時候沒有這種生荔枝 這裡才是其他 隔空取物 你可以用它預早放在這裡 在窗口拿著它上來 嗯 因為我跟他 我們好奇 接觸過 我沒有賭錢 我也跟他接觸過 因為我們 他有個卓號叫賭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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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出名的 玩21點 要是我們做洗牌 要是我們做派牌 嗯 他完全不碰那副牌 嗯 但鋪鋪帶你一點 拿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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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副更奇怪 特地 可能特地給我們看 是 我們看他就爆了煲 是 他走了去開電視 嗯 特地 我們就站起來裝一裝 你這次回來 你怎樣輸一副吧 他回來他又不管你 他又在拿牌 嗯 我們看電影也有 我們要先捉 是 副牌才會變 是 我們打開來 都是第一點 都是第一點 嗯 除非他會吹麵 我們幾個人都被他吹麵了 嗯 真的很神奇 那我想問其實 就是 但你學要招牌菇 你經常選一種 那我寧願不要 我也寧願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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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但不是天生的吧 當然他有很多東西的 但你當中其實選到 說第二樣 貧 因為其實中山有一個很出名的 就是每天收到多少錢 因為很多人看他的 很多人看他的 他每天就把錢 就拿到某個賭場裡 全部賭掉 就是說他不留隔日錢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他拿著代錢 就在中山周圍派給別人 就是他每天收的錢 他都要每天去清掉 就是那個貧 那他就要 就是等於 就是要貧 去應一條數 因為有些人 他說做這些東西 洩漏天璣太多 沒錯 那你必須承受 一件東西去換回 那可能就是這三件 即是說那個第二個人 現在過了身 那個樣子 我用大他一歲 是 其實 好像大過十歲 即是白髮初初 不是 很老 土腩又大過 頭髮又白了 那你覺得他是腰貧 選了哪種 他選了腰 選了腰 即是臨時腰痣 已經死了 他還在死之前 他說過一件事 香港有個名作家 他說他死了五年之後 然後那個作家就死了 我想那個作家 已經有兩年左右 怕我鼻孔都沒有了肉 真的嗎 真的嗎 是 一個挺有名的作家 在香港 現在有人去加拿大 我想你知道 我知道你說誰 他說他死了之後 五年就輪到他死了 因為我以前有個叔叔 跟他們很熟悉 有一天跟我說 你知道我很八卦 突然有賭神 又有特異功能師 我說 因為我叔叔已經走了 跟詹叔叔說 帶你去見好東西 詹叔叔跟我說 帶我去見好東西 因為他說 突異功能師 你有沒有見過 我很想見 這個世界 真的有的嗎 有的嗎 我又想看 怎樣拿牌 賭神這些 他不要變走你的錶 就行了 一變成漂亮的錶 變成壞錶給你 真的可以 是 因為你動手 就變了 我最有興趣 當時詹叔叔叔說過 他懂得隔空取物 他說你想要什麼 跟我說 你說就行了 我要金撈 對 他就拿了金撈出來 就這樣生成了我 對 他打開就是金撈 我覺得 這麼神奇 是你說的 不是他變給你 那我需不需要 給他些什麼 他不是給你 他不是給你 只是給你看 是 但是這個世界 真是無奇不幼 但這些就不是叫武術 這些反而叫做 特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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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用 這麼短命 但當中 剛才看到了 有些 我覺得 剛才我看 那些什麼生雞 又不知道 什麼血 我也很想知道 假設 香港有很多人請傭人 是啊 我們怎樣會知道 那個傭人 有沒有落我們降頭 這個真的不知道 飲食小心 四個字 因為你有些東西 護身 不行 他是打理我們 日常飲食 為什麼要小心 那就是 無法護身 或者其實有沒有 在道家法科裡面 有沒有什麼可以 防自己 中降 或者防人家降頭 他本身有 現在他 都有一些符牌 那些符牌裡面 還有降頭針 是 那些可以防降 另外有一些 名字都叫做降頭針 是 以前最早有的時間 就是 他放在自己 打進身裡 那些符牌 那些符牌 現在已經造成符牌 是 通常是金、銀、銅 是 但是市面上 很多A貨 是 不要買到A貨 就行了 去持票請 我想現在還有 是 但是如果 有降頭針 那那些通牌就變了色 幫你擋了 OK 總之 對四周的人好些 對傭人好些 對傭人好些 那傭人自然不會 對你不好 對不對 那就不用擔心 會落你降頭 下個星期 繼續準時會怪談 下星期準時再見 大家 再見 再見 這就是聖地的 現在 即是說一年裡面 或者會形跡到那些人 都要用 現在他們要洗淨 清淨 24小時裡面 沒有人可以出入 公村現在 就是要 趕走 邪氣 過 跳 過